诶 李格 为什么我们又是 礼拜天一大早录音了 不好意思 2月19号 小犬生日 恭喜 诶 啊你要送他什么生日礼物 生日礼物哦 大概 吃烧肉 看魔兽 欢迎收听日工配信 欢迎收听日工配信第146集 就这么巧 2月19号礼拜天 我们两个就遇到一点点瓶颈 我家小鬼生日 而且10岁到一个整数了 诶 好快哦 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就是我不知道听的朋友有没有发现 就是其实每一集 诶 之前啊 中间哪一集开始 基本蛮长一集 蛮长时间大家其实一开始都会先听到 你儿子的声音 不是我们的声音 对对对 欢迎收听日工配信 小1的时候吧 我记得小1的时候录了 他现在小3了 没有没有 现在小4了 对呀 已经剩小4了 小4下学期刚开始 很快 你这节目这么久了 对呀 值不值得那么久吗 那时候这个声音是小1的声音吗 还是我记错 还是那不是小1的声音 小2吧 那可能小2的声音 小2小2 小1这个节目也太久了 小1这样太对了 小1这样时间好像抖不起来 对 应该小2 我记错了 小2的声音 现在就要录他不要 我说重录一个吗 不要 小2还比较更天真一点 看到那个机器来很好玩 有麦克风 讲话那个爸会一直跳 有没有 还是新奇 现在越来越老练了 不要不要 讲到理由 我想到了 有上上上礼拜 因为之前有买那个Switch 对不对 我瞄到那个 那是不是叫Switch商店 反正就他你玩Switch的时候 还可以按悬盗那边去 我就发现NBA2K23 那个游戏 就NBA的篮球游戏 折合台币400多块 反正日本大特价就对 但不是那个叫什么 反正就下载版就对 没有那个卡就对 对 我才400多块台币 我看错 对没错 所以我就下载给他玩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 好吧 这个就当你生日礼物 先给你 因为他之前节目也有提到过 他最近就 不是最近 前一阵子开始就已经 煞上篮球 对啊 然后烧肉是他一直想要去吃 他一直子民想要去吃 想说就生日的时候带他去 看魔兽是 这要讲这要怎么讲 看魔兽是一个巧合 你知道 因为他好小就知道 他几乎都看T1联盟 对不对 对对 然后是台皮英雄的小球迷 因为他以前就是刚好知道过 他的教练就是在台皮英雄打球的 因为台皮英雄主场在天母 他主场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送东西的活动 他还跟一个什么气泡水公司合作的 所以他那个瓶子的包装会印上 那个选手的照片 什么什么 然后还会送一个选手的徽章 然后就从开幕战开始 今年开始追 追他教练的球队 开始送 队友都几乎都轮过一轮了 说蒋玉安 但就是他的教练 他的教练就是还没 对 到这个礼拜前 我说差不多了吧 他队友全部都都玩了 总该轮到你教练了 对啊 我说一定是18或19其中一场 他说不然我们先来赌19就好了 我就上网买票 怎么会对桃园永风云报 对浩祸的那一队 一看怎么还有票 哪里 这场不是就要扫光光的 找就扫光 没有还好多票 我说好啊他妈那就先买 结果后来公布 18号才是送他教练 所以我们两个录音前一天 郝小刚好也有去拍的 对啊 我们已经在球场见过一次面了 所以结果变成我们家 18号要去看 已经去看了 因为要拿到他教练的回章 跟那个 19号要去看 19号票已经买了 对 而且来不及退了 不能退了 我有查 不能退了 所以19号要去看 好好好啊 就当作去看魔兽啊 看魔兽当生日礼物 就是那叫什么 巧合啊 对啊 所以10岁的生日 我觉得应该 对他来讲应该 蛮什么 蛮热闹 蛮紧凑的 很忙就对了 中午就要去吃烧肉 所以我们只有早上赶快录一录 然后录完的时候 准备移动去 看那个篮球 因为看完篮球 小鬼应该会想要去赌球员 因为有魔兽嘛 他还没那么近看过NBA的球形 这样 所以好小考量 如果真的要回到家 礼拜天晚上回到家才要录 可能又不知道拖多晚了 对 是啊 可能会录很久 对对对 所以就他就教好小就来提议 这一集早上录一录好了 我想好吧 那就早上好了 对对对 早上 你这刚刚那个感觉像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早上录 其实是我提的 因为我一直都做好心情准备 怕你就是聊下去 要弄很晚就对了 我没有想到 你会来提一个早上录这样 对啊 我觉得早上录还不错 嗯哼 所以就决定这样子弄了 这一集的节目决定这样子弄了 然后OK好啊 闲聊完了 小鬼10岁生日要做什么 哎呦呦呦 我要补充一个 嗯 昨天好小 听我讲过了对不对 就是我跟我家小鬼讲说 啊你敢不敢跟 好我的讲说 今天是 就英文用英文的 今天是我的生日 可以请你跟我说 生日快乐吗 这样 小鬼说不敢 我不会 我你是小朋友 你讲的时候 他有听到 他真的会满足你 大人讲可能他就 不一定 就过去了 就无事就过去了 小朋友啊 一定会理你 我等一下出门 路上我再给他洗脑看看 万一他真的 我的鼓起勇气 讲出去有回应的话 我再跟大家报告 嗯 他这个生日 10岁生日又更值得记忆了 对不对 是啊 而且你给他去买那个 全开的纸 帮他 帮他来不来 鞋的 做海报 半开的 做海做鞋 然后第一个转播就会上了 对 对 我一直想到赛后赌他的时候 对 做海报就从 比赛 整场比赛举到晚 这样 对 好 其实生日还很累 还要举一直举 贴在他墙壁上 好来 这一集的节目 这一集就 我们就直接从 新闻精选 开始 我这次好 我来念标题 然后简单讲一下你再接好了 好 最近最近听人多拍客想说诶试看这个 好想要来 就听人多拍客之后觉得 诶好像我的角色比较像是这一种 哦哦哦 我们再找一个新的 新的轮转模式 嗯 OK 如果大家说不好了跟我讲一下 我们再换回来 真的吗 好 如果好大家留言这样 嗯 第一个新闻是 宫西上升准备完全并抱着背水一战的觉悟 就是去年9月接受左手肘手术的宫西上升 在18日对于中日龙的比赛练习赛的时候呢 他回到了球场 上场了 对 那他是16号的时候就是有见牛棚吧 看这边就是新闻写的就是说 他那时候也投了33球做一个调整 那就是从去年的8月6号的欧力事战以来 就差不多半年他没有投球了 那就是回为半年的实战登板呢 他说就是就是想办法要投出结果 就是要投出结果就对了 结果就是全部 对 结果是一切 嗯结果是一切 对对对就这一局 嗯就是看得出来就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非常的就是有那种 就是真的要投出结果就是已经下的决心的那种感觉 嗯 而且职棒第16年了嘛 对啊 哦好久了 16年了 好还是坏 就看这一道了 有 因为如果他这个是什么去青创手术吧 我记得对 对左手肘 对 积水 是不是还是什么 还是骨齿都出来之类的 而且我觉得到这个年龄啊 3 过了37岁以后的 哦 有几岁 37有了吧 3738了吧 我觉得过了3637这个年龄之后的任何一个手术 虽然说你说青创啊 或者说 呃有些不是膝盖受伤半月板 他只有动那个微型手术割一点点吗 哼 就这种 我觉得不管什么手术其实都 能不能回来 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 因为 你手术过后你的肌肉会下降 强度 肌肉的那个能力 肌肉量会下降 然后身体的强度 身体的那个 怎么讲 健康度强度 都会下降 哦 啊年纪大的人要把那个补回来 把那个拉回来 本来就要花比较多时间 比较慢 比较麻烦 对 嗯 或者说你 比如说他的附件 拉的时间 嗯 可能年轻人做一下子他就有那个效果 可是年纪大的可能就要 可能一天两餐 也说不定 那个时候附件初期的时候 嗯 要更久这样 对 就是不确定性更多 他可能就是好坏拼这一次 搞不好今年在星球场投完 就永退了 也许寂寞 寂寞搞不好你真的会听到他退的事 就永退了这样 是有可能的啊 因为 他一定不想要 你说什么 他一定不想要怎样 就是那种 让人家看到 哇千疮百孔 哇没办法再起来了 然后这样子退 我觉得他是不喜欢那种就是 到那种已经几乎不能投的那种退 他比较像是那种就是我还可以拼 但我就是拼到现在 这可能就是我的最后 对对对 比较像这种 嗯 最后再燃烧一次那种感觉 我觉得蛮多选手都是这种类型的 然后像那个谁 不是棒球啦 哦 棒球也有 黑田薄树我觉得是这种 哦 可是黑田薄树还是很强的那种 对他就是还很强 然后但他 是说嘛 他好像是说他觉得他 他大概就是这样的 哦 也差不多那种感觉了 哦 嗯 然后足球啊是那个中村县岗吧 哦 他受惠是大三嘛 要回来 回来他其实那一年 他也出赛很多场啊 我觉得蛮厉害的 嗯哼哼 但他最后决定退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第一方面是 他觉得那一个附件的过程 真的很辛苦 嗯哼哼 而且也真的 因为那一个商要回来 他有感受到 他的作为选手的极限大概就是这样了 哦 哦 就那个感受更强烈 对啊 好 公西的等一下 我介绍那个18号跟中日的练习赛的时候 就还会再提一下 我们会再多讲一下 对 好来 下一个吧 因为17号有一个比较大的比赛 我们就尽量还是照那个 时间轴那种感觉 嗯 对 然后 2月17号的时候 他们有跟WBC的古巴代表队打了一场练习赛 结果是11比2 大胜 大胜 大胜是台评英雄的洋将 好了 好了 好来 那个T开就结束了 没事 好继续 对 这是 哇 打者真的打得很好 打者 因为古巴的偷手我觉得 也还都在调整吧 嗯 对啊 这后面 也不能后面 这番整个新闻的后面 我新庄监督 那个那个总评的时候 再提好了 好 投手的话 吉田惠心先发3局 没失分 而且只被打一只安打 所以现在已经到了那个 就是先发投手 投3局的阶段了 就是一些硬 对对对 有在往先发调整的 大概 现在如果出来 开始慢慢拉长 就是3局这样 对啊 慢慢拉长 对对对 其实整个来讲 大部分都还蛮稳定的 盼流也不错 对盼流也是已经调整到3局 对啊 10分 比如那个长谷川尾展 11分啊 盼流又11分啊 对啊 可是其实 也还是有一些 手背上小小的东西吧 比如让人家多进一个 长谷川的那个就是啊 对啊 因为怎么讲 我们刚刚有讲 那个投手那个投的局数 像吉田惠心是3局 西村1局 西村天惠心 盼流也3局 好 好 齐藤合适 也不是合适 哈哈哈 讲到软营哪一个去也要输 太早注定还是不行 哈哈哈 对啊 齐藤3局 齐藤1局 齐藤1局 然后昌谷川未斩1局 就是看得出来 其实好像 这一场里面就是做先发 要调整是两个人的感觉 因为3局还 差的进去吧 你如果再往后 调整到4 调整到5 应该就 很难 一场差两个 你调到4-5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几乎要用轮值的概念了 一周轮值的概念 差不多去排 差有可能的 对啊 打者的话 然后打者 真的棒棒 也不能说棒棒开花 但就是有几个人表现真的蛮亮眼的 轻弓比较多了 4-3 对 对 4打数 调一次 2-3打 啊 施井一城还是人火 5-3 嗯 一个2-3 他真的春去年会打呢 他春天 对 他也是春天很厉害的那种 他开幕战 不能这样讲 其实他去年其实 有从春天打到夏天一点 有到夏天一点吗 也是春天 开幕战的时候 不是靠去年球季球队的第一支球队打 嘿 千赫吧 是不是 我记得 后来就慢慢就又 比较回归正常 这个难就难在你要怎么一直延续啊 对啊 他会的话 他早就一线求新了 对哦 嗯 老家的米就大卖了 真的 对 今年或许 可以期待一点点不一样 就像之前节目提到的 他也是有接受Beat Boss的建议啊 对不对 变得再壮一点 对啊 那说不定 那个表现就会 跟以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也说不定 我觉得 是的 另外打阿哲还有那个 奈良坚 拿拿妈 拿拿妈还是 真的很火热 他后面的局数才出 他不是先发 但是打了两个打席 第一个打席 被要求做那个触及战术 好像也是一球就成功 然后阿哲轮到他下一个打席 蹦一棒又打到中右外野 三雷安打 好会 这小朋友这个 真好 然后就 日本媒体稍微带到了一下 他说奈良坚大吉 现在用的是松本钢形式的棒子 就是那个棒形式松本钢 习惯用的那种 他说跟他大学的时候比 现在松本钢的棒子比较短 可是他却发现了 操纵性 更优于以前他大学习惯用的那个棒子 我感觉那个棘球操控 因为他其实到了职业要求的东西 我觉得比他大学的时候更细 就是我有看过 他相关的报导是 他其实有一阵子在 比如在实战中在练习中 他都会一直会去尝试要往右边打 就是你没有像大学的时候 那么简单只要求来 我把他打好就好了 没有你 什么时候要往右边 你就是要往右边 什么时候左边 那用到松本钢Model 他自己觉得操纵性提升了 我觉得蛮有可能就是他这阵子 棒子那么火烫的其中一个原因 很重要 因为他的挥棒的形态还是很豪迈的那种 可是他因为脑子里为了进了职业之后 要配合职业这么多训练 或者是战术上的要求 他得跟大学时期的攻击的想法欲望做调整 因为你得配合团队 但是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适应上的问题 就好像到了职业之后遇到一个坎 哇职业的那个墙真的有点高 有点爬不太过去 目前看起来还好 应该有算爬过去的感觉这样 但后面还不知道 对后面还不知道 因为你开始真的中家投手都调整到位 然后大家也会慢慢摸到 哎呦你哪里比较不会打 开始要攻击你那里 现在有点 就大概5月6月就可以摸出来了 我觉得啦最慢 说不定更早 说不定更快 正常来讲可能更早 4月过后就摸出来 3月过后就摸出来 没错没错 那另外松本钢其实也有建议到很多东西 比如机球上的东西 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一个打球没有打好 或是一场比赛没有打好 你不要一直很在意 因为职业就是我们一年都打100多场的这一种 当然你要有好成绩留下结果是很重要 但是为了要这一个留下好成绩留下好结果 我们心情上的转换更重要 我觉得这个前辈讲的话非常有道理 因为他就是折服了这么多年 终于领悟的感觉 多么痛的领悟 没有痛啦 也没有啦没有痛啦 去年可能打的蛮痛 因为他后面是带上打 去年脚痛 膝盖痛 不过我觉得球棒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 就是重跟轻不代表对于这个人好不好 就是你很难讲一个人适合什么棒子 对然后挖 有没有比如说头有没有挖 那个什么挖空吗 挖洞 然后你的范围的那个它是什么形状 对 甚至可能到比如说你用的是止滑剂 你还是你有绑东西 绑止滑的那个胶 还是捆那个像那个握把那种防滑握把 因为以前自己稍微也不是说多砖 但多厉害 但是的确你自己打过球 我想艾里哥自己也会知道 就是有时候球棒真的不是说轻就一定 你拿起来就是已经挥的到球了 不是因为挥的快就可以挥一张球 对啊 尤其打卵四 我以前在跟日本的那个 日本人在台湾的球队打的时候 他们真的为了要打好卵四棒球 他们真的从日本弄好多形态的棒子回来 有一只忘了拿一个牌子的 那真的超轻的才500多颗 580几来70几 那拿起来超轻的 然后刚寄来台湾的时候 大家都狂拥了一只 可后来挥了一阵子 大家觉得有人开始觉得太轻了 而且这个状况是 你可能冀中是得怎么讲 去调整的 也有啊 有的选手是这样 就是你可能他不是一直拿着同一款的棒子 重量 就这样一路到 同款可能会同款 但是重量可能会不一样 重量啊 或是类型 我觉得都会有点改变 其实仔细看好像有 有的会啊 你那个也要 有点成绩了 然后想要更好的那种选手 然后口袋里比较有了 厂商也比较愿意跟你那个 可以接受你这么古摸合作的这种 古摸需求的吧 对啊你那种菜鸟刚来 厂商不太会鸟你那么多了 所以到会 你看到会都是去 去找神拜的 或是哪一个其他球队的 球星的那个model来试看看 哪个适合我 哪个适合我 你小菜鸟 除非你是那种名气很大的菜鸟 譬如说轻工那种 厂商早就已经把你顾得好好的 当然他就会为了你的需求去 弄调出 做出一只你习惯的棒子 可是像那两件 这个就真的不太可能 可是目前他找到 用松本钢model的这个棒子 用起来感觉不错 可是如果4、5月后 搞不好也会调整 说不定 也很难讲 对啊 因为后面还会发生 我觉得对于 职棒新人就是 反正就尽量是嘛 对啊 对啊 再来要讲一下这个 新庄监督 仲评对这场比赛 因为这场比赛 台湾这边也一直很注目 为什么 对我们国师 国师都倾付 WBC对对 国师都倾付名户去侦查 对 去那个嗨嗨 嗨嗨古巴 就出事了 就真的嗨到古巴 要咻 好恐怖 对啊 新庄监督是这样看的 我记得那天下午 看他那个比赛完了 他被采访的时候 他就站在背板前面 我就看 他就讲 他说大家看这个比赛 58有10支安打 我们有12支 对 但是比数却会差这么多 11比2 他说这个非常明显 都是4坏球的货 就是关键就是在4坏球 因为我后来就去查 日本会的这一场球 得到了9个4坏球 等于古巴的投手 群投了9次保送 打个9支1安打 对 然后古巴那边 全场只得到1个保送 等于日本会的这边的投手 只投出1个保送 就是因为这个差 所以这场比赛分数 会差这么多 所以果然 投手 如果你投出4坏球 就是会要你自己的命 你比赛就是这样 你一次投保送 你一次投保送 就是等于你在害你自己 所以有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古巴有的 他打线还有两 至少应该我记得有两个 在大联盟他还没来 所以 对啊好像 真的不用为了一场球 好像 古巴也不过这样而已 什么什么 这样 或者说日本 我认为多强啊 多强 没有也没有很强 也没有很强 因为是被送了9个球 9自然打 也没有很强 也不要觉得说怎么 去年垫底的球队居然 大比分打败国家代表 因为说实话就是一场比赛 而且还是一场练习赛 是大家拿来调整 一个是为了球迹 跟为了三月的经典赛的练习赛 对啊 所以真的我觉得 参考的东西真的还好 不太需要为了11比2 然后就觉得 后面会怎么样 应该关系不大 怎样 对了 好下一个 好 那下一个就是 关于 Martinitz Martinitz的启用方法 对 因为在古巴的比赛 因为我觉得蛮奇妙的吧 就是 因为怎么讲 就是他从中日来日本火锤 大概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就是古巴那边希望他多蹲一点 那是原来媒体写的 或者是网路上在讲的 媒体好像都这样写啦 所以说他会转过来 那这边是说就是 今年新加入日本火腿的 Martinitz呢 他在这场比赛 也是担任六棒打者 他是捕手 没有打半只安打 没有打安打 无安打 对没有打无安打 没有打专安打 那他是说赛后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是说 能够跟Fighters一起站在球场上打球 是很好的事 因为他等于没来报到 可是却跟队友见到面了 先见到面了 只是先打比赛 而且没有任何打招呼机 没什么打招呼机也先打比赛 有啦赛前有啦 赛前都有打招呼 行装也拉着翻译还是什么的去找他 还有握手 他这边是有讲说 就是因为代表联盟有所谓的DH嘛 他觉得出场机会会变比较多 那对于这件事情他非常的期待 所以说其实重点不是 都蹲不守这件事情 是因为这边有DH 应该讲我把这个新闻拉进来的意思就是 因为这句话是他自己讲的 他就说来到太平洋联盟之后 因为有DH 所以出场机会会比过去增加 这是他很期待的一个地方 然后他说自己的想法 如果球队要我当DHOK 一类手外野手 只要coach只要教练希望的 教练希望他可以 希望的部分他都可以 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甚至捕手我也可以 我也愿意 对我也愿意 所以意思就是说 其实重点比较像是说 他并没有限 他反而不是说局限说 我希望多蹲一点 很难讲 因为他如果讲这句话的话 之前那些有报道写的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要稍微保守一点看 古巴政府应该没有管到 我觉得应该没有管这么多 就是怎么讲 应该就讲 现在中日的这些手脑症 没有那么想要用他了 对啦 我觉得应该这样子看 比较稍微客观一点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而已 他自己都讲这样的话 除非哪一天政府又出来说 怎么什么 不行你要蹲 我之前讲的那个 没有啦 我其实还是只想登登登登 之前那个 签约的事情被叮出来之后 开始又改口 除非这样 如果没有的话 他什么位置都好 对 那当然日本活动一定也有想 如果他当捕手的可能性也有 我记得新装看完他这一场之后 他也觉得 贝利比他想的好 然后还有那个接头而求 那个手套接补的那个技巧 心中也觉得说 比他原本想的 马丁尼茨来得好 我感觉就是先给他两个眉眼 就对了 先称赞他两次这样 只是后面还很难讲 因为捕手这个东西 说实在 虽然他也曾经是有一年 在中日蹲的也还蛮多长的 可是我觉得日本人还是很care 这么重要的位置 我真的要交给阿多阿吗 真的交给洋将吗 我觉得 的确是一个 因为就算他OK 比如说沟通什么都OK之类的 我觉得好像还是会 比较希望是日本选手吧 我也觉得是这样 而且我认真 我自己的偏见 这是我自己的偏见 我觉得中日就是会这样 我觉得力量就是会这样 我觉得力量就是会这样 不太想用还是不用 好吧再下一个新闻 球探会议的 第二次的球探会议召开了 那已经 今年的球探会议召开了 然后呢 出现了大名单 总共157个人列入观察名单中 2月才2月了 所以名字还那么多很正常 没有很正常 这个很正常 先列在挂的清单 因为总是要有个方向 总是要有个方向 就是稍 就是慢慢慢慢缩小 对啊 就是你总要 让球探团队知道说 我今年大概要看哪些人 没有了 不在名单内的 还是会去看 不在那边 如果有序列比赛看到了 这个投手不错 可是名单内的 都是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追踪的 对啊名单外的 如果有突然发现 突然眼睛一亮了 当然我们可以再把他们拿进来 或者是哪一些 比如这157个里面 有哪一个 比如过了3个月 感觉应该 谢谢再联络了 那可能就删掉这样 因为怎么讲 而且最近刚好那个 我觉得无段想到 对最近你在看的漫画 他准备拍下去了 已经在拍了 好像4月 4月8号要上吧 4月8号你记得 对就是那个 有一部漫画叫做Dorraft King 就是直接翻译的话就叫球探王 好像 选秀王 选秀王 在讲球探的故事 对 他就是讲棒球球探的故事 然后他讲的非常的 我觉得很像业界的人 很像业界的人 很像 要不就是这个漫画家 真的认识非常多棒球圈的人 然后刚好很多是球团编程部里面的干部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他怎么有办法有那个那么多料 然后把它画进漫画里 故事内容啊什么什么这样 对 因为他讲的非常多嘛 就像比如说 不知道跟大家报的有没有 就是像比如说你看一个选手 你不是只是看他现在这个状况好不好 特别是比如说 不要讲高中选手 对 高中的怎么看 怎么看 你看高中选手的看法跟看打学是不一样的 跟看社会人的也不一样 对 然后你甚至还要看到说 比如说为什么他今年 比如说他为什么今年是投手 而不是野手 高中的时候 那你要看这个球队的状况 哦 呵呵 对 然后再去看他的身体素质 反正蛮有趣的一个漫画 嗯 嗯 对我觉得蛮好玩的 然后刚好 因为今天有讲到那个球团会议 我觉得大家可以 会日文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 或者说我觉得4月8号过后 应该会出现那种吧 什么 呃 就是不能讲的内容 不能讲的那种分享 呃怎么讲资源 呵呵 就 大家自己上网 对大家自己上网找 甚至我觉得也有可能KKTV会进 也说不定啊 嘿啊 如果有 因为其实很 合法的那个 现在就看合法啦 这些平台会进日剧会进的越来越多啊 对啊 没有 没有合法的引进 只好我们就 就 头头摸摸 低调 低调啊 低调 对对对 低调 但我是觉得这一步搞不好有机会有合法的引进 啊哈 嗯 对啊 好啦 慢慢先回来继续讲好了 就是说今年秋天的 关于今年秋天的 选秀会议呢 他们就是 目前就是秋川 又开始列了 刚刚讲了嘛 157个大概的观察名单嘛 嗯 然后像是比如说东阳大的西野 西野 秦西投手 或者是说中央大学的西館永阳投手 或是花卷东的 当然花卷东的周左牧林太郎 嗯 包含在这这些人都在这157个名单里面 嗯 那 还有就是像是北海道的 新 北海道相关的球员 新叉 那个叫怎么念啊 新 新 新叉道都大 叉吗 我好像不是 也不是 我好像查过 西叉 西叉 西叉道都大学的左头手 那个 冗田一系头手 就是 也是有就是总共北海道 稻船子里面 有8个人 跟北海道相关的 有8个人 可能是稻船子 可能是现在在北海道读书的 对 这样 大约现在有8个人在名单里 嗯 那 大院龙球占部长被访问了 还有期待今年的选秀会 原因就是 今年大学要毕业的 这些人 就是奥川公升跟佐佐布朗西 那个学年的 同年龄的 他们大学要毕业了 他说 这个应该会再出来不少 不错的投手的那种感觉 对 那道业居院说的是 他说 这个时候 我们 每年选就会要 选那个 我们觉得最好的 那个选手的方针 没有改变 嗯 所以两个人比起来 道业真的很官话 是不是 有讲跟没有讲一样 对 至少人家大院龙球占部长讲了 这个哇 今年大学毕业的这一批是 朗西世代的要出来了 这样 至少 就是蛮明确的讲一下 这是那个世代的 感觉好像 期待一些大学投手的感觉 这样 道业赌机就很像那个 AI回话 AI 最近很红的那个 AI回话 有点像 他有两个模式 一个是 真的是道业赌机 一个就是AI模式 输入好了 答案都输入 对媒体到时候 这个谁来了 嗯啪 回去 就讲这句回去 这样 好 再来下一个 2月18号的比赛 来聊一下好了 好不好 对 标题不用念 这场比赛 标题不用念 不用念 标题 那只是我到时候要 那个 po在那个什么 跟大家讲的 就给大家看的那个一样 这场是对中日吗 对 就等于录音前一天的那个练习赛 嗯 我说到Martinex的东家 Martinex的东家就来了 前东家 嗯哼 因为大家 纯讯地点都在冲绳 嗯 就互相约比较 因为不可能叫 宫崎那边的来 不可能 太麻烦了 一定都是约 都在冲绳附近的这些球队 是啊 这场比赛4比4 是握手掩合 华丹本来领先 本来领先 投手先来聊一下 投手 根本优峰也是 调整到三局 投了三局 看来是曹仙发调整 然后攻西投了一局 攻西出来了 打了一支安打 但有两个三振 没有任何失分 总共投了19球 那玉井大翔也是投了一局 不是一球 一局 然后有一次三振 15球 那痴田也出来了 痴田 投了两局 被打两支安打 三次三振 也有一个宝宋 被打了一次全力打 所以他有丢了一球 一分 然后福田 福田 他也投了一局 然后被打了三振打 丢了一分 北山也投了一局 被打了两振打 一次多三振一次 后面三个上来都丢分 四八九都各丢一分 七局八局九局都丢一分 好平均 然后打者 打者的话就是 浅尖金这一天是三打数两安打 有一个道雷 然后那两间 五打数一安打 直接被拉去先发 然后马上就来一个 fine play 漂亮的手背 手背 基本上他也不会太差 就也没有什么大差不多 其实他的手背 在大学就是好 就不会很差的选手了 有一定的水准了 只是在职业 他春迅这段一线 二壘三壘游击 都一直在让他去 所以你看球团这样子用 你大概也知道 他现在就是 有机会抢到一军 开幕一军的 但要放在哪 还要想一下 对 如果是先发首位的话 还不确定 对 对 这非常明显就是这样 还有谁 牧村文记这也蛮猛的 四打数两安打 完全 大叔打的两个安打 完全不想输给年轻人 对 对啊 野村又西也有二雷安打一支 两打的人 前两分就要攻回来 第一局下半就攻回来 清宫也有一安打 内野安打这样 有道雷 公西上升要聊一下好了 这个刚刚提去年八月六号以来 所以日本媒体后来就算了 相隔了196天 再度站上那个比赛的投手球 他说他从那个球场边走上 要走上投手球的时候 因为大家就拍手 哇 整个观众都拍手 他说真的 那一瞬间有一点眼眶要湿湿的 快要哭出来 本来心里想说 因为大家都这样拍手 他说本来心里有乱过一个念头是 我是不是要跟大家进一个礼那种感觉 可是后来又想到 这样子好像 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搞得太那个了 还是不要好了 你不要坚定 你今天只是练习赛而已 你还有一个赛季要投 可是他心里还是很高兴就对了 很高兴他这样出来 哇大家 我觉得这是他第一次隔这么久 没办法投球 没办法上场 第一次吗 196天 也没有吧 还好啦 我觉得常常就是这样啊 都会停一下下啊 停一下下 可能会停这么久吗 那要查才知道 反正我已经习惯他都会开刀啊 可是那个停都是季后停啊 大部分 或季末 真的是末才停啊 可是我觉得对他来讲 那个case是一样的吧 顶多我觉得大概就是 以前也发生类似的case 比如说积水了 或是又骨刺跑出来 他只是忍耐到球季结束 然后去处理 这一次是去年球季还没结束 就先去处理 你懂我意思吗 就因为他在后中季后援这边 应该讲随着年龄增长 有状况也不是只有去年一年了 对 过去也有过 只后来知道 一定也有 就是手肘不舒服或什么 可能在去年之前的就是 就是撑到球季结束 我再来处理 然后大概各一年的开幕战左右 或是开幕战再晚一点点 又回来了 这样 这一次是提早去处理 春巡的时候已经可以回来了 超别自在 自助处理 你说真的硬要算天数 我觉得很难算 1960是最多 那其他的就是日本媒体问他 关于你要迎接38岁的球季 今年要38岁了 他说心里抱持的就是一个菜鸟的心情 他完全没有去想 我现在是球队最年长 没有 因为春巡一开始也被 到现在也是在二军这边 放在国头村这边 他说跟这些年轻的选手 年轻的小朋友们一起练习 就是让他自己心情也可以保持 像前面讲到这样 我就是跟年轻选手一样这么拼 当然年轻选手会问他很多问题 看着大家都这么努力的练习 这样 这些人也是我的对手 但是我也想要帮 这些年轻选手加油 希望他们成长 虽然我没有要赎给他 但是我也会教他们很多东西 大家一起切磋琢磨 一起加油 另外这一场比赛有浮现了隐忧 课题隐忧 就像前面好小友发现了 后面三任投手都丢分 七局八局九局 中继的部分 当然日本媒体一定也很敏锐 发现这个问题 因为本来比赛打完前六局 是3比1领先 然后七八九各掉一分 其实本来变4比3倒数一分 九局下得一分才追平4比4 那最后就这样收场 那日本媒体就问新庄监督 就是目前这个情况 你的胜利方程是相关的这个问题 那新庄监督本来自己是讲 他说我们一开始就有领先了 好想要比如说就2比1这样赢到 把这场比赛赢起来 拿下来 拿下来那种感觉 那然后面七八九都失分 什么什么的这样 他说虽然我自己会有一些意见 有些看法 但是主要还是先要去询问一下 剑山投手教练的想法意见 你这是什么传球啊 就表示他至少对外让你的感觉 他也是我会先尊重投手教练 我会尊重剑山的安排跟想法 对 然后剑山被访问的时候 他自己是讲 他的想法里面适合当 中纪会员投手的 就是有三层能力 然后不会投出保送的投手 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想法建构上 比如我教授 北山宣机 石川直野 罗多利给子 这些都是他心里面的名单 但是烦恼的东西来了 他心里的一个蓝图 就是关于今年2023年 我们的胜利方程师要怎么安排 说实话 现在没有 心里面没有办法描绘出蓝图 没有 这个是在藏还是真的还没有蓝图 在我看来就是真的还没有 真的没有 所以在烦恼 因为你现在这些人 对 譬如说北山 我记得好像上一次出来也有丢分 这一次也丢分 对啊 那其他的 但B罗还不知道 对 对啊 可是你说实话 他也不是新的洋将 对 他的人大概在哪里 我们大概心里也有数 你大概也知道 对 可是跟他们建山投资教练 他们想的这个 我要构筑一个2023年 这个球队的胜利方程师 如果你要有蓝图 我觉得他也没有说什么 官话或什么 就真的没有 我不知道 你现在问他守护神要谁 他还真的答不出来 我说实话真的答不出来 心里想或许有在想 可是你又看了目前热身赛 练习赛 这些投资的表现 没有一个是让你真的完完全全放心的 对啊 所以他回答也很老实 就蓝图现在真的没有 对啊 所以接下来 日本媒体是说距离开幕 还有大概40天 对明年3 不是下个月30号 3月30 球队要构建胜利方程师的话 那绝对是现在最急需要做的事 好 那在下一个 Jung Gant的新闻 就是他Jung Gant在监督的前面 进牛棚投了30球 昨天2月18号的时候 18号的时候 被调来一军了吧 就是总共在大联盟有过24胜的Jung Gant 他在新庄监督的面前 投了30球的牛棚链投 那新庄监督是这样说 他觉得还不错 他觉得是不错的 他说真的不错 嗯 讲了两次不错 对 他是说因为他的投球啊 就是你从打者的视角去看的话 其实是很难去判断的 不容易判断 而且他的控球是不错的 控球是不错的 而且可以投的比较低角度的位置 那就是比较容易制造出很多 比较容易可以让打者打出滚地球 你打出滚地球就是比较好 比较好拿到出具数嘛 他自己在牛棚看的感觉是这样的 嗯 这是新庄的看法 新庄的感想 对 那当然投球练习后呢 就是前监督 就是现在的顾问 诶 希尔曼 就是也有 就是跟他聊了一下 也给了他一些意见 跟Junk Gant 也给了一些意见 对 嗯 然后当然新庄是觉得 如果能够站立多一个人的话 嗯 我们的 投手群就会更厚实 对啊 就像之前讲 就是 谁都不会愿意 今年的Junk Gant 跟去年一样嘛 对 是啊 一定是这样 而且他这大联盟就有时机过 而且认真来讲 的确今年他是新战力啊 因为去年根本没有投 今年算新战力 老面孔新战力 这样 老面孔新战力 来了很久了 但是是新战力 然后另外一个讯息就是 春训中啊 这一次的春训当中 球团这边没有要安排 Junk Gant的实战登板 但是22号的时候 会安排他做这个 Fly Bating 打击练习时候的 这个卫球投手 实战心思的练习的时候 没有打算实战登板 但让他模拟实战这样子 对 大概就这样而已了 这也蛮 蛮妙的 这葫芦里卖什么药 球团自己知道 因为他其实应该完全好了吧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 可是却没有打算在今年的春训 都让他上场 对 春训的时候不会上 所以这一次说是官方办的 官办热身赛有可能 如果照这句话看起来是啊 因为他没有说 对啊 因为春训的实战登板 不会在实战登板 但是因为这样子 好像官方 2月都不会看到他 真的在比赛冲出来 上比赛啦 2月的比赛里面都不会看到他 3月不知道 看起来就这样 而且今年B-BOSS 完全好像几乎没有去国头了 他都几乎都在鸣糊了 下放就真的下放了 真的黑了 没有他就是跟他之前讲的很明显 然后我今年就是盯着这一群 我要用的这一群 对就跟他排名单一样 他先发大概的磅刺 这些人目前就是在这边 对 除非这里面有人状况很不好或受伤了 我才把他从这里面拿出来 但是从另外一个名单 拉一个进去补 那你这些人都还没在鸣糊的 你们在那边加油 我没有像去年那个感觉说 大家都有机会 我都要看 对 所以我都要去看 我常常要去国头看 我也会在鸣糊看 这一集的新旧highlights热闹了 这也好久没有新旧highlights这么多条 我算一下几条 1 2 3 4 5条 那他最近心情不错 比较愿意讲话 是不错 是刚好这几天 跟他有关的东西出来蛮多的 大家听了就 等下听了就知道 为什么我说好像不只是不错 因为还有一些别的 不是都是好事 感觉起来不见 不见得都感觉好像心情好 我觉得是这样 大家等下一路听下去就知道 第一个跟伊藤大海有关的 伊藤大海现在已经去前线报到 对 要准备作战了 对 然后18号的时候 终于跟从小时候的偶像 达鲁比修 一起在牛棚念头 在宫崎那边 而且还隔壁道而已 应该如果伊藤大海抱着追星的 我终于可以跟达鲁比修 同样穿着日本队的战袍 一起在牛棚念头 但是在出发前16号的时候 新庄监督 当然要鼓励伊藤大海 对 要去打 好好打这样 但是他也有给 伊藤大海一些 很少见的指令 你要说命令也可以 对 他就跟伊藤大海说 他说 如果你在WBC的战场上 被打安打的没有关系 但是你投保送绝对不行 不稳投保送 被打就算了 人家厉害 被打就算了 投保送不行 对 如果投保送的话 我回来就把你的头发烫直 因为伊藤大海是自然卷 头发是自然卷 而你投保送 你在WBC那边投保送 回来我就把你头发烫直 我找那个发型设计师 来把你头发烫直 他那个烫直 如果是用机械烫 就是那种烫 可能不是很好烫 很搞刚 他可能要拿那个离子夹烫 离子夹辣 用辣 那个很麻烦 那个角度要对 对 总之就是Bboss很care的 虽然他不是投手出身的选手 他很care的投手 不要投保送 投手投保送 他就是觉得很违送 因为我觉得可能外野手来讲 不过我觉得野手 野手来讲 自己的队友投手脱保送 那感觉真的不好 就在那边一直战 一直战就是 然后结果你就送一个人上去 不知道什么 我才能回 回修宇室休息 站在那边 你一直保送 一直保送 球也没打出来 站好累 这样 OK好 再来下一个 下一个是 其实春讯一路到 已经中后半段了 对不对 那今年也算安排了 感觉起来比较多的实战 虽然我们算过好像也只 算过其实好像没差 也比去年多一场而已 但是感觉起来还蛮多的 目前他是抱着一个快乐的烦恼 高兴的烦恼这样子 为什么这样说 主要就是在野手这边 野手们 尤其在争夺先发的位置的上面上 不管内野还是外野 大家竞争的很厉害 比如你内野来讲 上川田 石井一层 二游 然后他前面讲这个 拿拿妈 奈良坚大吉 还有加藤豪将 目前这二游这种感觉 到底最后会怎么排 还很难讲 上川田当然很稳 对 那他的打击也没有很差 石井一层 就像前面 现在春天正是他开花的时期 你很难不把眼光注意到他身上 奈良坚新人 又冲的很努力 这样一直马上往前冲 加藤豪这样的存在感也有 对 但是我觉得他有点让 他在场上的感觉有点 让人家感觉稳稳的那种 对 比较沉着的那种感觉 他是给他没问题 传发出来的感觉 好像就是很沉稳的那种感觉 然后外野的时候 当然比较稳的松本刚应该是蛮稳的 因为去年有10级 对 可是其他还有好多外野手 金川优 就像金川优 万波 吴斯凡 死者好像也不错 新人死者 这阵子也有速度 浅尖大机最近也很猛 他的不错 除了 有红不浪 然后又有暗打 对中日也有暗打 对古巴有红不浪 对啊 那快乐的烦恼就是在这边了 他到底要怎么排 对啊 要排谁是不是 对到底要排谁 最后开幕战的时候 谁到底哪些人可以抢到 先发的名单 当然他自己的想法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变 他觉得你要拿到 固定出场先发这种位置的选手 你就是很能够去把握 那个一瞬间的呛死的 这种选手你当然就是比较会有容易 有机会拿到固定先发 这样 当然现在后补人选有好多 他现在烦恼没有错 可他心里想的还是这样 那另外对于外野他要求又更高了 对于外野手 他又说外野手不是只有打 不是只有会打而已 你手背上怎么cover 怎么回传球 中计回传 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不只要会打还要会手 那当然他或许也有可能 如果某个选手外野防守非常好 可是他打击差一点点 稍微没那么好 我也是有可能会用这种 手背很突出 很让我放心的这种选手 他说他在他的脑子里面 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平衡比较好的 弓也有一定的水准 手也有一定的水准 虽然可能都不是最好 这样子的选手 也是有可能会拿到固定先发的机会 所以从这句话起来 我自己看了这句的日文 看完了感觉好像有一点点 好像跟没有讲一样 当然看得出来他重防守没有错 可是他也有可能会用防守很好 打击没那么好的 也有可能用 我就选那个稍微平均的 可能他都不是最好 但是他很平均 就是说现在谁都有可能的意思 这样讲完全以后 又回到原点 对啊 就是我就觉得好像没有讲 又回到原点 又回到那个快乐的烦恼 其实就代表说像刚刚包含刚刚剑山的感觉 其实野手这边整体内容这边 好像也没有一个还没有很明确的一个 好像那个人已经出来了 剑山的烦恼是方程式要怎么写 对 他新装的烦恼是最后这些固定出场的野手们 我要选谁 他的比较像这样 我要选哪一些人 但是大概的雏形有 就是大概名字念出来的这一些了 对 你要有新的名字串进来跟他们抢 比较没有那么容易 对啊 对啊 你外也就正三个位置啊 对啊 你刚刚念松本 刚刚金串佑玛 万破中正 五十番 十则鸿太 请先打击 这样就六个了 一倍 多一倍了 多三个人了 对啊 内言你看二游 刚这样就四个名字了 上钻田 十金一成 那两千 叫得很好这样 对啊 也是一倍 对啊 所以真的谁都还有机会 所以他现在真的很烦恼这样 ok 好再来下一个 他想要学 因为跟古巴内战打完之后 他看到的那个古巴第一棒 我之前在罗德打过那个桑托斯 桑托斯 最厉害就是那个 因为他左打对不对 他会利用那个有一点点像女子垒球 那个边跑边打 他还在同一区内 但是他有点点像跑了一步 然后顺势这样把球这样扣一下 让他在内野滚 对大概都是往那个一壘 手跟投手中间的那个路线这样 用那个很巧妙的力道 在那边滚 然后造成你们 到底是投手要去接 还是烈手要去接 这补位上谁接 有点点小miss 他脚趁快就 上一壘 他那天因为桑托斯有第三个打球的时候 用这个方法被他成功了一次 VBOSS就看到了 他说 眼睛就亮了 亮了亮了 他说 跟这种不同国家的球队打球 就是可以获得到这些idea 不错 然后让看到这个 突然还有这一招 可以出怪招 但桑托斯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好用 所以他想要让有一些选手练这个 他讲这个其实就50番 一个一定是一个50番 对啊 一定是他 之前他讲过是往本那边打 第二个大概是死者红钛 也是脚趁快又左打 你要再多一个潜见大机 潜见大机也有可能 也可以试试看这个 大概可能不出这几个人 左打的有脚趁的 实景一层说你也可以 对 上穿田好像也可以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 名单越多了 所以他通常在想 他通常发现 到时候你发现 练这个是练一排人 越来越多人 然后结果最后是勤工用这一招 是不是 大家都意料外的人 大家都练了 后来全部都猜错 他说这个真的很有趣的 真的好像在看女子壘球那种感觉 那当然我过去选手时期 我没有这样子打过 我不知道 可是好像可以让这些左打者来练习看看 心里有在想了 在咬了 你知道 在痒了 有看到有这种怪招可以用 他在痒了 什么时候可以再把这招用起来 变成我的这样 变成我们的球队的招这样 好 再来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刚前面提的这一part里面 我觉得好像不见得都是好心情的感觉 这个是在2月17号 在富士电视台 这应该之前就录影录好了 不是他最近去录的 这应该都休塞季以前就录好了 这个松本人志的一个节目 他去上了这个节目 然后在节目中他就说出来 其实他去年球季 有罹患了一个病 身体上 自己爆料自己就对 我去年身了一个身体有些状况就对了 发生了一些状况 他就说大概去年夏天的时候 差不多夏天那个时候 他说身体就不知道怎么样 就是都一直感觉很疲累 不管是睡了7小时 甚至睡了9小时 隔天起床的时候 还是感觉身体非常的重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点无精打采 身体好重的那种感觉 他自己就发生到我的身体好像有一些变化 然后后来当然因为那个时候球季正在打 对不对 对 然后也大概连续差不多10天 每天起床都还都是这种感觉 怎么睡就是累 然后因为毕竟球季中 这边打打那边打打 要移动来移动去什么 这样 所以他在这中间也找了一个 刚好没比赛的日子 他去大医院检查 那医师就跟他说 他说睡觉的时候有可能 因为你睡的时间应该是够的 但是还会累 有可能是睡觉的时候 你的呼吸有中止的情况也说不定 哇塞 这个症状 他一生听起来是这样 因为还没有检查 一生听起来是这样 然后那医生就这样讲 就一定会建议他去做检查 所以这个检查 他一开始还不是在医院 等于医生给了他一个仪器 让他回去睡觉的时候 请你穿在身上 然后这样睡觉 然后连续可能有记录数字 那些仪器可以记录一些数字 连续好几天这样检查 之后再来 再回来医院回诊 后来再去回诊 他就带了这个机器 对不对 去给医生看 医生看了之后就说 你入睡之后 2小时有停了一次呼吸 那次停了大约40秒 之后差不多再过了2小时 呼吸又停了一次 那次停了1分20秒 那再之后就一路到了 差不多 又是停好久 差不多到了早上6点 又停了一次 那次停了2分40秒 更久 好 然后之后就大概是 就比较就差不多这样了 那医生就跟 一个晚上的睡觉时间 8个小时 9个小时 但是他的呼吸停止有3次 那也至少3次这样 而且加起来 加起来 越停越久 10分钟 第一次停40秒 第二次停 第二次就1分多钟了 第三次还2分多钟 第三次停了2分40秒 快3分钟了 对啊 医生就跟说 啊这样子 难怪新庄先生您会这么累 哇 那新庄自己就讲 哇这个不正常 这个不正常 牙拜 他自己有点怕怕的 这真的不正常啊 他自己听到就吓到 而且满奇妙 那我就是很难想象说 哦这样想象 可能他今年比如说 甚至影视上面也要做调整啊什么 大概大概知道为什么的感觉 当然这节目里面 他是没有讲他现在有做什么 调整什么什么这样 只是他心里在描述去年的那个时候 在节目里描述去年的那个时候 他自己有点害怕 有点吓到了 原来我睡觉的时候会这样 啊但因为这个节目 毕竟还是要有一些 比较综艺的性质 比如主持人松本仁志 他说哎哟 哦 啊是不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去做海女 海女要避心 这个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因为松本仁志跟他是很熟 很熟 就跟他开玩笑 因为松本仁志是那个嘛 兵库人嘛 嗯 尼奇人嘛 尼奇人 尼奇离家族很近啊 对对对 那也就 他们那个 应该讲业界啦 对对 因为Beboss本来就是有话题的人 从选手时期就做 所以他跟他也很熟 演艺界这边很多人他都很熟 对啊 所以他就跟他开玩笑啊 你是不是睡觉的时候自己跑去做海女 你不知道而已 哦 就那个40秒 要再来是两 再来是浅了一分 20秒 再来是浅了两分多 你浅下去 浅下去 采那些海底的那些什么贝壳 还是什么东西 海带啊 海胆啊 对对 海胆啊 这样啊 然后另外搞笑艺人 那个千鸟这个团体的 奇兔里的 诺布 诺布 他就说 对啊 你一定是去潜水去 去采海胆的 一定是这样的 去采污泥去了 一定是这样的 大家毛起来亏他 就对 在节目里面这样 然后后来报导里面 那个记者是有写的 他说他罹患的这个叫做 日文是睡眠时无呼吸症候群 是这样 中文可能可以翻 是不是就是那个 我们比较常听到什么 睡眠呼吸中止症 是不是大家知道 好像是 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 对 对 记得应该是一样 对啊 然后他最后那个就写 他现在睡觉的时候 是有装着一个那个 我觉得有点像呼吸 帮助他呼吸的一个管子 我插一下这个 CPOP 嗯 就有点像是带一个那个 就是比如说我们 有没有人看过那个 那个叫什么 换卫战士 哦 飞行员 就是飞行员会带一个 那个氧气罩的那种感觉 他是有点类似那个 只是他比较小 他是带在鼻子上 罩在鼻子为主 对 然后牵一条管子 然后旁边有一台机器 小小台的机器 对啊 就是 防 应该就是防止他 发生那个睡眠中 又呼吸停止这样啊 嗯 你看那真的蛮猛的 40秒 然后一分多 然后两分40秒 对不起我开玩笑了 会不会哪一天就 就真的都不呼吸了 这样就走了 呸呸呸呸 好恐怖哦 对就是突然 但的确呼吸中止症就是会怕这个吧 而且 也有点难想像欸就是 所以人的身体真的是 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时候不知道 因为 你看他身材 他身体很好 对啊 对啊 对算那啊 所以我在顾体态身体的人了 对然后还会有 呼吸中止症的 也会有这个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他是不是想说他自己这样 那他就在把一些 比如说对身体可能有负担的东西 比如说糖分啊什么啊 再去控制 哦 早餐那个要改 对因为你这样讲其实 我觉得他一点是他很厉害是 那这样讲去年真的看不出来 还是因为戴口罩所以看不太出来 对他都一直戴了口罩 被看到的地方不够明显 没办 又可以感觉得到好像是 就是虽然说他接受媒体 或不接受采访 透广报传达是因为他希望重点放在选手 哦 可是有一个可能也是 欸他真的有点累 他得把体力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不无可能 没有我想的是什么你知道 监督这个行业真的不是人干的 哈哈哈哈 谁来干谁都有压力 就算身体重的像他 我不知道也是一样 要仔细查 就是我没有去查 我是现在突然想到 就是呼吸中止症这种东西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压力造成的 应该要查一下 就是这样 当监督的真的有多辛苦多压力 如果你看连新装这种 我们看起来比较 应该算比较 会让自己保持在轻松愉快状态的人了 他当了监督 他脑子里面一定也是一堆烦恼 对一堆事情要想 一堆要准备 一堆要解决 对外表你看好像有人讲 什么综艺咖什么咖什么咖 肯定肯定对 出头一堆什么什么的 你看还要去想 哇开跑车上班 开场要弄什么活动 什么什么这样 我觉得那个反而这样看 这样回过头看的话 那些比较像是一个 其实他现在有些压力 他压力不小 那个是抒压的一种方式 那是抒压吗 我觉得会不会他想这些东西 对他来讲也是压力 因为他知道他不得不做 他得做 因为他得做 他得要想办法 有话题 想办法让这个球队被灌 对对对 我是这样想 所以真的当监督 不管在哪一国的职棒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业 真的 烧身体 烧脑烧身体 所以我真的觉得 搞不好今年拿到什么好的结果 他就不干了 我来休息了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前一天18号 这个练习赛跟中日的比赛 打完了之后 因为有被访问 但日本记者 因为日本记者这段时间也很辛苦 尤其跑职棒线的 他们就是全部跟着球队 就待在冲绳 比如在冲绳 比如跟日本火腿的这些记者们 不管哪一家报纸的 媒体的也是 以前北海道那些地方电视台 只是他们会轮 媒体来会轮 比如某一个主播是可能前半 后半还会换另外一个主播 从北海道来这边跟你换班 可是这些文字媒体的这种 大概没有 他们就是从头撑到尾 所以一整个月都在冲绳这样跟着 所以他们跟他们其实很了解 现在球队状况是什么 比如说50番两台 50番两台最近的练习比赛 怎么都没出来了 怎么都没有派他出场 他就问新庄监督 新庄监督就回答 因为他大腿有一点紧 所以怕他再受伤 所以现在要让他休息 虽然他本人有跟我们讲 他很想出来没问题 他很想出来 但是我跟他讲 就是学那个谁吧 牧村拓哉 牧村拓哉常常在他演的日剧里面 他就会突然 就是念很快 对 念很快 那种感觉 他就故意在记者面前 模仿牧村拓哉的日剧里面 那些常常会发生的这种 类似经典台词 就是学牧村拓哉的口气 给这些日本媒体听 这样 所以 就是你看 我本身还是觉得 他圆白的性格 应该还是那种乐观的人 对 就是比如他选手时期 如果你排除 你私底下 他应该有时间会开玩笑的 大家闹在一起 对不对 可是像前面那个话题 你看真的当个监督 你看他以前在巴厘岛过得多快乐 对 那个时候一定都 可能都不会有呼吸宗旨 不会有这种问题 绝对没有 他应该是回来日本当监督 才开始有的问题 每天跟狗狗玩 有一阵子来骑越野摩托车 对什么什么的 这样 可以看真的当个监督 就辛苦到爆了 真的真的很累 然后 希望他今年 就是球队打得好一点 让他烦恼少一点 顺利一点 对 对 顺利一点 让他烦恼少一点 照着他的想法 什么什么这样乱 他就不用那么苦恼的东西 那么多 快乐的烦恼也可以少一点 尽量都不用烦恼 对 好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日共配信 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就下一次的节目再会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